最近詐騙猖獗中央也推動打炸綱領1.5版本 新北各警局全力配合 像是新莊分局就找來美女警員 要協助打炸請勿宣導 帶來看 新莊一名男子在超商前準備購買兩萬元點數 要送給網路上認識卻從未見過面的女友 緣情到場苦口婆心勸阻男子才意識到被詐騙 而近期詐騙猖獗手法進階 中央也宣布強力打炸 新北各警局全力跟進 警方拍攝宣傳影片不只內容品創意 參與的女警還相當亮眼 她是現任新莊分局光華派出所副所長 過去在偵查隊時就偵辦過許多打炸案件 103年還曾擔任防炸宣導的看板人物 從僅10年以來在阻詐情務上不遺餘力 因為也許100個人 他看到警方的宣導內容 只有一個人有效 但是如果這個有效的人 他真的哪一天遇上了詐騙手法 那因為這一個宣導幫助他保住了一筆錢 也許對他來講 他可能是他很大 很大一部分的財產 除了美女警員 新莊分局還找來藝人民雄拍攝影片 或許他就曾經落入詐騙魔爪 這會藉由公眾人物的影響力 與警方合作 帶民眾深入誓詐 在原理推動打仗港領的1.5 所以我們會特別針對這個投資面 投資的一個打仗 還有包括求職的一個打仗 來更有針對性 強度更強 範圍也會更廣 分局費心私貧創意 就是要讓防詐觀念1.1滴深入民心 中央地方聯手阻詐 全力防堵詐騙集團騷張狠行 就有林英文 姚家鼎 新北採訪報告